賽的一些規劃 我觉得很开心可以拿下桌球正面奖牌 非常不容易 一路上真的要感谢很多人 那我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努力 然后为接下来的亚运跟奥运做好准备 好 那当时你在赛后的时候 你很激动想要找云云如抱抱 可是好像拒绝你对不对 那我们现场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吗 要抱一下 云云你觉得 觉得要抱一下吗 抱一下 抱一下 来来来 加油 云云如 早快 就这样子 大家同意吗 可以吗 刚才那样子 我觉得可以 好 接下来请教一下云云 你回到台湾之后 你最想念妈妈的哪一道菜 每一道都可以 接着呢 你的IG的最终人数从南单赛之后 本来是只有数千人现在在7月29号暴增到8万 同排座站之后突破20万 那你现在有没有一些话要对你的粉丝说 就谢谢所有关注我和支持我的大家 就是有你们的支持的话我也会更努力就在以后表现 希望表现得更好给你们看 好的 那接下来面对于未来的比赛 包含明年的亚运跟未来的奥运 不晓得你们有一些规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规划 下来的比赛的规划 亚运跟接下来2024的巴黎奥运 也是先不管那么多 先打好每一次的比赛就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场有媒体要提问吗 好 那边想要请教一下云鲁 就是说你在IG上有讲到就是对这一次东京奥运 有一点点的不甘心 那你是怎么样调试的 那以及说你非常的喜欢美食 那回台湾有没有期待什么样的美食 不甘心 怎么调试啊 那不管什么事情 就是过去了就过去 就是重新再出发再努力 听到这一镜跟林玉如两个人话都相当的简短 不过他们拿下了这一次冬奥桌球混伤的铜牌 这也是台湾桑格21年以来的第三面桌球奖牌 待会更多讯息 我们持续带您关注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